月季消费是今年女性消费的一大亮点 让自己高兴成为了选择消费的着力点 很多商家也改变了消费模式 来迎合女性消费者的月季需求 记者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商场的中庭广场看到 一场健身服饰品牌的线下瑜伽体验活动 吸引了很多女性消费者的参与 和传统的消费模式不同 这个增加了体能健身 瑜伽等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模式 更受女性欢迎 让自己兴奋起来 成为她们选择购物的条件 女性客人会更多的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 然后从满足于自身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有时跟我们产品结合的 也有一个纯粹是让大家感受到运动快乐的 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 也有通过这种活动 然后认识了朋友 然后跟朋友也会分享哪个更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记者了解到 今年来体验式的月季行消费 越来越受到女性用户的青睐 在这家头皮养护中心 女性也是消费主力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辛苦 然后正好妇女节了 然后考虑一下自己 数据显示 2021年女性月季消费占比显著提升 月季消费金额占比达到54% 成交金额同比增长近三成 其中教育培训 本地生活 旅游出行和健康服务的成交金额增速最快 线下可能是重体验 随各个商场现在目前已经转型为 更多的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环境